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所以如果一旦遇到对象是这种情形 他一定会搞清楚 在搞清楚之前可能事情会很麻烦 对 场面也会搞得很难看 但是他只求一件事就是搞清楚的情形 哪些手蜜上特征的人在感情当中 总是抢不赢竞争者呢 他在爱情中的恋爱追求失败了之后 他渐渐他的脸上这个地方会断断续续 很不整齐 法律也会断断续续很不整齐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脸上 他的额文是这样的话 等于是他的日记本 他日记本写在他的脸上 我们一看就知道 你过去都是失败的啦 选一颜色就可以知道 最近会有人在你身上砸大钱吗 情感对象对你砸钱 是吗 好好喔 老师等一下就去提钱了啦 楼下有名啊 算了 你去提钱了 不是我提钱的 哎呦 这flirt 哎呦 阿伯 阿伯 你要不要买一卡 小贝克 三角 我给你讲就是有常会心中乱逃亡的 对不起 这次比阿伯要告诉你 年底你在哪一方面火力全开 可以大有收获呢 精彩内容千万不要说过咯 好 现在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欢迎王绍威还有阿丹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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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这个星系整刀石头铺 对 OK 阿丹一直很担心啊 因为他刚才私底下就问了一个老师 他说他这个事业会不会开始有起色 什么样有起色是本来不错 有没有辦法突破 老师跟他讲 老师跟他讲2008 你原因是什么 我帮你做个贴答 OK 因为有太多人现在还没有注意到 剪刀石头铺 但他知道之后 你的整个事业会浮力要尊上 对不对 好啦 我要看像你的走向 那你今天来了嘛 你真的很不好意思 帮他做分析啊 好啦 我跟你讲 既然是这样喔 两位今天来到节目里面 而且算是好朋友嘛 对不对 好 好朋友今天一起来就一起死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恐怖塔罗占博 这个恐怖塔罗占博呢 让你们觉得好像是一只带宰的羔羊一样 不到最后一秒 你觉得不晓得我们用什么刀 不到最后一刻 你觉得不晓得 我们要捧你哪里 耍得蛮差的喔 天知地知 天知地知 宝林老师知 但就你不知 到底你们觉得恐不恐怖啊 没成你怕不怕 怕不怕 怕不 一直象征而已嘛 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的恐怖塔罗占卜到底是呈现哪四张牌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牌 剑八 是 这个呢 这张牌呢 它呈现的就是一个男生 感觉还蛮有气概的 它上面飘了一个毛巾 就讲得好像很凉有没有 OK 丝巾 对 那第二张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有一个人呢 就是在对另外一个人呢 施展他的 威胁感 不是魅力喔 他们应该在他身上就带了 对 他就是在威胁另外一个人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感觉很害怕这样子 可是我们不晓得他是对他说了些什么话 是 OK 那第三张牌呢 就有一个人呢 他非常平静地面无表情 躺在棺材里面 可是呢 不晓得他是在等死 或者说他有什么样子的 想法 对 那第四张牌呢 非常的明显 就是有两个人一起跳楼 可是跳楼的原因是 大家也知道说可能就失火 可能这个大楼要爆炸了 对啊 对啊 干脆两个人就一起跳下去 好 好 就这四张牌 来 选一张 我选 上位 一 一 剑八 就是第一张牌 就是有个男生感觉很有男子气概 可是世上拿着一个毛巾很娘 丝巾 就像他一丝巾 内裤女脱下来拿来手伸胃 OK 那阿丹你呢 我直觉也是一耶 你也是一 对 OK 好 那再来一下我们的高老师 我当然也是选一咯 你选一 好 man 我们有来的 好 好 可惜因为man 好 那黄老师 四 四 一起跳了 公公列列的跳下去 哇塞 四 OK 好 黄老师 二 二 有一种美国街头兜的感觉 我应该感觉 OK 好 那我来选择一下 我选三 好了 观众朋友到目前为止呢 而且来宾两位呢 也完全不晓得 我们今天谱的题目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来看一下宝玲老师 我们今天呢 到底谱的是什么题目呢 好 我们要做的主题呢 就是 最近以哪方面会被异性揉宁 哎呦 他被人家揉宁啊 因为有的时候 你不晓得对方是 好喜欢 那是怎样折摸你的 所以呢 我们这次就 真的耶 我想你应该是 如果许淑妹 揉宁里面OK吗 没有办法啦 不可能啦 你还说好喜欢 不要吧 不要比较好 好 我们这次就来解说 会不会被异性揉宁 最近这样子 OK 所以揉宁有很多种啊 对 是哪一方面会被揉宁呢 那我们从第四个开始好了 OK 好 第四张牌呢 它是宝剑二 黄老师选本 对 然后基本上是 我不会被揉宁 但是啊 如果我的年纪是 三十岁以下的人呢 我可能花钱花很凶 花到快要被鬼抓跑了 所以两个人之间 金钱的问题呢 是有问题的 所以会为了钱吵架 但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呢 基本上是不会被揉宁的 但是会有小破财 可能你的小孩子 或者是你周遭的人 会来跟你借钱 或是跟你要钱 OK 所以三十岁以上 不会被揉宁 三十岁以下会被揉宁 金钱上面 金钱上面会有一些问题 OK 好 异性 很了解的 好 那赶快选择三的 好 我们如果观众朋友们 选到第三个的话呢 我选择 基本上是你也不会被揉宁 但是你会揉宁别人 刚结婚是正常的啊 这张牌啊 就是圣杯酒 代表为了证明你爱我 就是要被我揉宁 就是故意一直弄他一直弄他 然后他就说不要再弄 我说不爱我 这样啊 你揉宁他 你就觉得有股快感 会觉得很开心 有快感 真的好 就觉得反正你爱我嘛 所以我就看能 就是测试我骑到你头上的地步 到底有多高 对 你就喜欢骑到他头上这样子 好好玩 对 这就OK了 反正我不会被揉宁了 OK 好 如果你们选到的是第二张牌 这张牌是塔罗牌里面的 战车牌 战车牌当中呢 就是说你的肉体容易被虐待 谁 邓老师 你要说我喜欢 对啊 看到我喜欢的 对 继续 就是在床上会备受折磨 会备受折磨刷 很享受啊 要命啊 是怎么样 好好翻过来 你会被超级的软脚虾 真的 他学软脚吧 快点 放手啦 放手 放手 你臭臭的地方 好 对不起 但是如果说就是 在信邦你不和谐的朋友呢 你就会演成工作压力大 压力很大 已经心情已经很不好 在工作上司当中 又把你骂得臭头 回到家你还要煮饭给对方吃 帮对方做牛做马 你会觉得很气 会变成那种柔令吧 累 然后是那种身体上的累 疲倦的累 是工作压力大的累 那你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要这么累 我回来我不能好好休息 我要煮饭给你吃 难道你就不能照顾家里吗 然后你一会到家门一打开 你发现一团乱 你就开始觉得 天哪 我家怎么会搞成这样 OK 所以肉体上被柔异开不开心 开心死了 还显然都没有人柔令我 知道吗 都不太累 真的 还不够累 OK 好 如果大家跟王少伟跟阿旦选到的是 第一个的话 这是桃楼牌当中的宝剑八 那个高老师也是 还有高老师 对 对 这是桃楼牌的宝剑八 代表是你精神上 是会被对方柔令的 他有精神上 精神上 那更那种比较吃力一点 那是疲劳轰炸 你知道吗 就是他会对你碎碎念 碎碎念 如果你们没有对象的人 你就会发现你们家的异性 你妹妹 你妈妈 你朋友 女生就会在旁边 一直碎碎念 碎碎念 然后他一直在跟你讲 他的心思怎样这样这样这样 就觉得够了 我已经没有空间了 不要再讲 我最近被这个演戏 都被我爷爷一直念 真的吗 从头到尾 每一场戏我遇到他 就是要一直跟他那个反抗 就是那个张富健 张大哥 就是在戏里面 一直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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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遇到他就是要 我们今天你要开始念我了吗 我说对... 我们今天念的主题是 不准离开我们戏业 他就开始念 你怎么可以真的做这种事 出题 出题要做 不要再回来 每天都过头 而且每天都有主题就对了 怎么会有这种人 这还蛮有趣的 哪一天他不念 你就觉得无聊了 那个会跟这个 选这个会跟最近的生活状况 有可能 因为这个是你自己每天 在重复做一样的事情 在工作上面 每天做的是一样的事情 你会觉得 我好想出国去进修 我好想充电 可是我总觉得 我好像现在的工作 是承担责任 我每天做一件事 你就觉得日子就是这样 可是我心态呢 以前会觉得说 工作我好快乐 现在会觉得 很累 有工作 他讲出的 我心中的永远 我也觉得蛮准的 有啦 但他讲的其实 我觉得老师讲得有点笼统 笼统 对 好 那你就想再讲 讀一点好了 阿丹你就再讲讀一点好了 因为他一直 因为一开始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他们的这个 关系互动 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恶劣 就是因为阿丹一直问老师说 我到什么时候 会有这个很好 没有 我问事业 他就说08年 你现在都不要瞎 对 然后我说08年到时候 他说08年转幕后 好不好 慢跑 下来 換一下 你还说我 我是说实话嘛 你知道吗 他是很有才华的人 但是他才华在目前当中 他没有办法完全发挥 所以他必须要走到幕后 幕后他的创意 会能够完全出来 那他的幕后应该是做什么 工作会比较好的 可能还是跟媒体有关系 但是有他很多创造力 我觉得 对 我想今天就先谢谢各位 我们来看一周运是吧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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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说我想要明天城啊 你看他是不是当导演 真的 你也可以做导演啊 你看 你可以当导演 不然就先当光师啊 趕快巴结我 王赛偉相 拍我一下 那我觉得我身边欠缺就是倒水 一直乱闹 好啦 我跟你讲 其实真的有时候 这个谈恋爱的时候 常常你有时候 因为一下子陷入 或者是说你刚刚开始 那个爱情要萌芽的时候 你会看不清楚 那有些人因为看不清楚 忘了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搞不好你就陷入了三角链 也说不定 OK 所以这边问一下我们的唐老师 你们有曾经碰过 三角链的状况吗 其实我们这档戏就是三角链 就是在讲就是三角链 因为所谓的剪刀石头铺 其实就是我们 像我就是剪刀嘛 然后其他 今天我是石头啦 对 然后另外一个铺 就是陈乔恩 那就是三个人的这个练情 永远就解不开嘛 好 那藉由他们的这个 剪刀石头铺呢 来带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好不好 这个会遇到这个三角链 会退让的星座 到底是哪几个星座 是的 来看一下 好 这个角色呢就是当你发现 你自己是第三者的时候 有些人选择留下来继续争斗 有些人觉得想要退出一下下 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哪一些人 我们从太阳跟金星来看 因为金星会决定你要不要 成就一段恋情 阿丹呢 太阳 金星都在双子座 那稍微呢 太阳在射手座 金星呢 是在水瓶座 所以待会看射手水瓶 有没有上榜 OK 好 那我们的房老师呢是金牛座 金星在双子 那其他老师我们都知道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有没有人上榜呢 你如果发现自己是第三者 有哪些人可能互想玩乐 那就是第五名 如果太阳 你如果发现自己是第三者 有哪些人可能互想玩乐 那就是第五名 如果太阳清新落到了黄老师的 金牛座的话 因为金牛座其实是一个 独占欲很强的星座 他没有办法容忍跟别人分享 有瑕疵他就不要了 所以如果一旦遇到对象是这种情形 他一定会搞清楚 在搞清楚之前可能事情会很麻烦 对 场面也会搞得很难看 但是他只求一件事就是搞清楚 你到底要他还是要我 如果你要我 我等你 可是你真的要去分开那一点 你真的是要我 是这样子 对 而不是说用要我来跟我拖拖拉拉 那金牛座就不会放过 对 黄老师怎么可能是这种个性 对不对 一点点很清楚 我比这还严重 即使我是胜利者 已经确定是胜利者 我都要放弃 已经三角了 我何必参加了 我就放弃了 所以老师是比较硬的那一圈 所以金牛座不想躺这个浑水 我们说的是可能他 他真的很爱对方的话 对 有些金牛座因为还蛮能忍 那而且譬如说也跟你在一起 真的有一段感情 才发现这件事 那很多金牛座可能会摇摇撑下去 但是他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那种就是你完全不晓得 原来你自己是第三者 你介入的时候你才知道说 他原来是这样 你的个性是会退出的 对 金牛座就是会这样 金牛座强硬一点的 都有像黄老师这种霸王的气势 或女王的气势 你看就是那个就 想到他上榜他气势就来了 对啊 可是有一些手流的气势都来了 那都黏起来了 对 黏 黏 黏喔 不过有一些金牛座是比较温柔的 温和的 那种金牛座很可能就会陪你 等你离完婚之类的 所以他排在第五名 我们来看第四名是谁呢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我们这里有一位 少尾的金星在这里 水瓶座啦 其实对水瓶座来说 感情要他觉得好玩舒服 最重要 所以一旦变成一个第三者 他开始觉得不太好玩了 事情怎么那么复杂 开始有莫名其妙的人 打电话给他 或开始受患一些 我受不了 对 水瓶座受不了 受不了 受不了了 对不对 或者是本来他也跟那个人 他跟他的另外一半 可能也是一个礼拜才见一次面 他觉得OK 后来知道自己是第三者以后 开始觉得一个礼拜见一次面 是不是我吃亏啊 他会觉得这种事情怎么会 脑筋怎么会用来想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怎么应该来困扰他的烦恼呢 他觉得跟自己一个人过比起来 这样子的感觉差太多了 那还不如一个人过就好 放弃 因为其实水瓶座好像很多人 就是你之前就有讲说 其实他们也是怕骂的 非常怕骂的 可是我的感觉是 不是喔 我遇到这样的情形 我只要感受到对方有一点点不爱我 或者说他已经把焦点移到 我就会想要放弃了 因为我觉得两个在一起 就是互相要把对方 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那我觉得他开始有点偏移 或干嘛 我就知道 你想要走就让你走 你有曾经碰过这样的状况吗 就我还很爱他 但是他只想要走就走 可是你摇头说有 你这个很难控制耶 有没有碰过这种状况 你好难 没有啊... 终于节目游戏完了 不然对 口是心非啊 我就想说那你有没有碰过这种状况 他说有 有啊... 这个很难 没有啊... 到底有没有 真的吗 他刚才说有 可是我就是真的让他走 我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他要离开我的原因 但是我已经发现他不爱我了 也许是第三个 我也有听说是第三者 但我就不想要去追究 我就想说你就... 就过你的生活了 你爱上别人就去爱他 我就离开了 我们来看第三名是谁呢 海洋金星如果落到了 加千的金星在这里 巨蟹座 你也会散 我一定散的啊 又不好玩 我如果... 我要参与就是一定要看好玩的状况 可是那是双子座 对... 好... 其实巨蟹座 它有一点点很容易同情对方 所以它可能为了这个 会多留一会儿 但是呢... 这个巨蟹座其实比我们想象中 还要爱面子 而且它不太能够面对汹涌的舆论 比如说它如果被人家指责是第三者 狐狸丁被发现的话 它是完全受不了的 对 所以只要有自己身边的人 或者是有人知道他是第三者 他不知道也就算了 如果他知道他是 他的旁边的朋友也知道他是 他根本一天都不能待 真的 真的 马上逃掉 我情愿当蜘蛛精 就是你要他等 那暗处也许他会考虑一下 而且他真的很爱你 他考虑一下 可是如果这件事被公开了 或者是旁边有人知道 而且是那种 有人会用那种 你怎么会 巨蟹完全不能承受这种 你怎么会 他就会说我不会 我怎么会 我离给你看 我分给你看 所以他会为了这种面子的问题 赶快逃离那个 让他当第三者的玩吧 就是语论加上 对 语论加上朋友的质疑 我真的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接受 我真的是不行 而且参与 我觉得我的个性是那种 因为刺激 哇塞 原来我这辈子 可以碰到这种三角链 哇塞 我的人生怎么那么精彩 光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很刺激 那是双子座 然后参与抢这件事情 也很有趣 是因为我如果赢就很赞 而且我没有真的要去 要去做什么 只是真的好玩 可是真的 一旦我想到舆论或什么 我真的不敢 我真的不敢 被人家讲狐狸精的感觉 巨蟹座受不了 对 真的不敢 又长得不像狐狸精 对 真的 一站出来怎么样 我是狐狸精 对 很传统的 对啊 我衣服就是没刺伤的 然后一样就是狐狸精 像是 像吗 你们觉得我是狐狸精吗 而且人家还会同情那男生 对 人家还同情说什么 你把自己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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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差 现在今天这叫雙重打击 真的 真的 人家说哪里像狐狸精 然后定乖一方面 拜托的 所以我感觉很差 我们来看第二名 第二名 太阳金星 如果落到了我的天蝎座 天蝎真的没办法 天蝎真的 它跟金牛座一样 是独占欲非常强的 对 而且天蝎座是那个 它比较有斗性 非常的有斗性 它喜欢比较 所以马上 他如果知道自己是第三者 他简直是 第一个先找你算账 你为什么要骗我 除非你有很好的理由 你可以跟他pass过去 那接下来就是 那你赶快跟他分开 好 而且他就自从知道 你有别人之后 他可能就会要求你 24小时都让我看到你 或我随时随空你随到 他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有一个人比他强 那个人即使占掉你2小时 他占掉22小时 天蝎座一样是不能接受 所以对天蝎座来说 倘若他还给你拖下去 是因为他想赢 如果他发现赢不了 比如说也许他条件 没有对方好 或也许他条件 是比对方好的 但是因为对方 可能他是怎么 更得你父母欢欣 或你们甚至已经结了婚 这件事情就是会 拖得漏漏灯 很多天蝎座眼看着 没办法等呀 没耐性 他就会算了 断尾求生 他虽然现在痛一下 可是总比以后痛很久好 真的 所以很多天蝎座 就会狠狠 而且他丢掉你的方式 一定也会让你很痛 他才不会什么 像少尾这样 你走吧 天蝎座一定会很很甩你一把 我怎么断你就要怎么断 我断一半你就要跟我断一半 我断你就要怎么痛 对 你让我难看 我会让你难看 最痛的是什么断一半 要断不断 不是真的 要断一半你说痛不痛 对 断一半很痛苦 光讲感情 我们真的是剪不断你还乱 也就痛 你说那个断尾对不对 对 断一半一年在旁边 那死来死 在冠状 天蝎一定会全断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想象力在丰富 大家都在买 有那个断一半的冠状 你真的要买了 你冠状 然后那个肉 就是这样 不是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这个三角链就会退让的呢 是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牡羊座 看不出来 因为其实牡羊座自尊心非常的强 他就会觉得 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会让我遇到这种事 他会第一很强势 那第二呢 他是觉得很伤心 因为他的骄傲受到了考验 他的自尊受到了考验 而且他没有什么耐性陪你玩 他会对你开始表现出非常不耐烦的样子 那你是想怎么样嘛 你说嘛 所以如果你不能给 我跟你讲 天蝎可能还会给你拖拖拉拉一阵子 因为天蝎座 他会告诉你 他真的很在意你 麻烦你真的也很在意他 可是牡羊座是马上就觉得 是什么东西 你怎么可以骗他呢 第一个 他很不诚实嘛 对 第二个 他会觉得你在伤害他的自尊心 莫名其妙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 所以除非你跟他感情构深 生到一个程度 他已经为你付出很多 他才发愿这件事 如果还在前期的话 他会狠狠地赏你两巴掌 然后跟你说再见 所以其实牡羊座在这方面还蛮酷的 但爱敢奋了 对 所以太阳金星 如果落到这五个星座的人 都是属于三角恋 就退让的 星座大家参考一下 OK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常常讲说 感情在萌芽的同时 不管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结果 或者说谁要选择谁的同时 大家有讲说公平竞争 对不对 公平竞争 可是你知道吗 总有些人就是抢不过另外一个人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 这个黄老师 从手面向特征来看一下 在感情里面 总是抢不过对方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特征 来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所谓失败者 他的长相特色在哪里 L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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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列出几个特征来看看 第一个很特殊的叫做 三寒 第一个很特殊的叫做三寒 什么叫三寒 在我们现在学里面三寒呢 就是眉毛寒 肩膀寒 还有一个嘴巴讲的话 就是语寒 就是寒 眉寒 眉寒就是眉毛缩在一起 很难过的啦 就是一个人没有自信的时候 你眉毛就眉寒 眉寒缩着 这些就是萎缩 退缩缩的 这个感觉不敢迎上前句 对 缩起来 这样感觉很像高大哥要唱 对 感觉很像在唱歌 就是一个人在很伤心难过 你那时候这次不是很大方 很勇敢 你什么事情都一直退缩 一直退缩 缩起来 你缩起来 当然我想你这个做事情啊 你继续努力下去 成功的几率不高 第三个叫语寒 眉寒 尖寒 一个语寒 语寒就是讲话寒 对 没错说 讲话 不敢说 一直退 越讲越小声 吞吞吐吐吐 会演这三寒吗 然后再次帮我讲话 讲话 我... 我... 好像你有勇气 讲起来好有勇气 对啊 来 我有勇气 所以阿甘 阿甘你不用闭眼 没有 因为我要挤眉 因为我要挤眉毛 就会闭到 我跟你讲 我今天要转做幕后工作了 我觉得我不要在这 目前一定要 一直让我被亏眼睛的事 我要做了 我觉得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看到眼睛这么小 但是我的眼睛很有神 对啊 你问老师就知道了 重点 所以你看 所以我就跟你讲你眼睛 我跟你讲你眼睛真的就不能大 你已经那么小又有神 大怎么得了 我跟你讲 我给你们介绍一个眼睛大 没神的是谁 好 曲梦哲 曲梦哲真的常常是眼睛 就是很大 然后我有时候我在演唱会 你听我讲演唱会 我们的时候常常跳舞 唱歌都要很专注 因为他都跟我站对秤边 我一转过去 我怕 他在舞台上放空了 我的眼神是放空了 他喜欢演唱会太夸张 所以说他以为 镜头不会拍到一拍一拍 你知道 我每次有时候跳一拍 我看他到我都好想 可是你有拍他吗 你说他在拍他 他说真的吗 我真的是这样 我说你下次 你一定要叫那个时空短模 你就录一个录下来自己看 真的 他眼睛就是因为有时候大 还是怎么样 他只要一不专注 就是放空了 就变成这样 可是重点是他也没有在放空 对不对 对 他说他没有 好可憐 所以我跟妳讲大也不少 大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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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三汗通常会在一起出现 它没含的通常就会肩寒 肩寒 讲话就是微微说说 当然这种 你说在竞争的场合里面 成功几率就不高了 常常就是失败者 好 第二个 第二个是结果论 什么叫结果论呢 就是你的法令文不齐 或者俄文不齐 什么叫法令文不齐呢 就是法令照说 如果有就要有 没有就没有 那有的时候应该左右 一样的长 一样的身才好 结果你发现这个法令文呢 一短一长 或者一边断断续续 一边很整齐 俄文也是一样 当你俄文成立的时候 最好要整齐 不要这样断断续续又是交叉 我好整齐喔 整齐就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他如果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刚讲过他是结果论 是因为他先失败了 他在爱情中的恋爱追求 失败了之后呢 他渐渐他的脸上呢 这个地方会断断续续 很不整齐 法令也会断断续续 很不整齐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脸上 他的俄文是这样的话 等于是他的日记本 他日记本写在他的脸上 我们一看就知道 你过去都是失败的啦 你追你孩子都追不上 好可怜喔 就直接看你这个人 就是以后人家看到他 失败者 好可怜喔 没有错 那怎么办呢 事实上来讲 这不应该也不一定是指感情失败 很可能事业也是失败者 因为他已经记录在他脸上 让我们看到他 了解他的过去了 那他这种人要怎么活啊 我知道 打肉鲁杆菌嘛 所有人都把它削掉 对 这样有办法吗 我是认为这种事情 任何改变的意义 最重要还是改变个性 你要更努力 相由心生 而且这种长相 是你要自己负责 你说其他的高低啦 鼻子大小 那是父母负责嘛 父母的身体 纹路是自己的 可是这纹是你自己负责 你自己把它长出来 对 忧郁 好 下面这个就是不小心 你不小心这个 你发生了之后会失败 是什么事情发生呢 嘴唇受伤或者耳朵受伤 等一下 耳朵受伤有可能是 如果是穿耳洞那种的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耳洞的话还算可以 我这里应该讲的就是 一般所谓的跌倒受伤 骑车或者是 就是那种黑道打拼 然后就削你耳朵那种的 那这时候呢 你之后 你的恋爱追求都是很理想 还好 平常都还保持得很好 因为我是靠脸吃饭的 所以 常常我也吃不饱的危险 什么 所以是不是也吃不饱的危险 好 那最后一项 我们用首相来看 首相也有一个 我可以看得出来 也是失败者 这个是命运注定的 比较和前面无关 怎么叫命运注定的呢 你的感情线或者结婚线 有许多条向下的指纹 那我们这个看图就比较了解了 好 就是这是感情线 上面是结婚线 一般这种纹 它上下下都有指纹才对 但是我现在看我们手上这个图 它的感情线只有往下的 或者结婚线只有往下的 而没有其他往上的 那这个往下的一般来讲 就是不断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 一条指纹就是一次失裂 两条指纹就两次失裂 也可以这样说 或者如果很多条你就讲说 这个人常常这样子 常常就是被抛弃啦 被甩掉的这个现象发生 那么这个呢 我现在提的这几项 只要有一项有 那么你在感情的过程呢 就不是很顺利 常常就是抢不赢竞争者的长相 OK 抢不赢 我们就找一些也是抢不赢的 来抢就好了 比你更弱的 对啊 比你更弱的 比你更弱的 对啊 那干嘛跟那个抢 跟早上比较弱的啊 对 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看 人喔 人生有时候就是要想一些 乐观的事情 你不要想说 为什么永远就抢不过人家 你一定抢得过 因为还是有一些 比你烂的咖啊 对不对 就跟他抢就好了啊 那想问一下两位 就是你们这个把妹的必胜绝招 要不要提供几个给观众的朋友 因为其实我们的观众 真的是很喜欢听到这种把妹的绝招 必胜绝招 我们节目有很多男生要看 我觉得 我觉得说实在 我觉得男生要怎么样 赢得女孩子放心 我觉得就是要真的去感受 或者去了解他心里在想什么 或者他想要什么 真诚啊 真诚很重要 你有曾经就试着去把一个妹 然后就是怎么样约他成功的 对 你可以试在我身上看看 可以吗 对 我知道很难啊 可是这是对你来讲演技一个大突破 不是 嘉芊 我想要跟你讲一件事 我失败的比较多 不是你的问题吗 等一下 那我想知道你到底讲了什么话 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我不太 你知道吗 如果对喜欢的人 我不太敢跟他讲话 真的 我一定说阿谭 爸爸跟他说我想认识他 很快 真的还假的 真的 我都是这样 他会很紧张 我看到 对 可是如果 所以你帮人家把都OK OK 好 那你就是帮人家把 都有没有成功的 有啊 应该多了 183克他不是这么幸福 真的 亂讲 还五六啊 都是你弄来的就对了 没有啦 其实我就是会 比如说帮朋友 我是就是 那又跟那个就是个性 我就喜欢帮朋友 就希望帮他们 就是如果女孩子 这边牛奶 我就一定要把他瞧到说 拜托啦 就没什么就先当个朋友 就说服他 跟我朋友认识的 我一定会是这样 那刚刚我们讲的是 这个拔妹的绝招 可是你在拔妹的时候 不晓得你会不会吸引 什么样子的咖 对不对 所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唐老师 从新座来看一下 谈念的时候呢 到底什么新座 容易吸引浪咖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金星 我们都要算在里面 到底哪一些人很容易遇到浪咖呢 如果你是 麻烦你小心一点了 我们这是不分男女的 那刚刚讲过了 邵伟是太阳在射手 金星在水瓶座 然后那个阿丹是太阳金星 都在双子 那其他人我们也都知道了 我们来看谁上榜了 总是吸引浪咖的 是 第五名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天平座 差一个点 真的耶 天平座是那个 所有恐龙妹的最爱 真的 超爱 我个朋友天平座 爱到不行 怎么会这样啊 中学 所有的恐龙妹都爱她 没有 但我想到了 我以前大学的时候 有个同学 她是天平座的 然后我们授封她一个外号 叫龙骑士 为什么呢 她每次出去练义气 她就会站到统龙 站在龙骑士 真的耶 真的耶 她是天平座的 又不好意思拒绝 不会拒绝 然后他们经常就是 这封号好棒 很酷 龙骑士 很有气势 很有气势 但是你问清楚真相 就会觉得好棒 他们很棒 对 很可爱 就是很有礼貌的一群人 不管男生 女生 然后呢 那如果说是女生的话 女生有可能是 因为她的个性怪 所以会吸引到怪人 对 而且拜托我可以 就是不要想说 这样欺负那种龙骑的人 拜托 有时候龙骑也有插头的 龙骑也有插头的 对 不要这样 但龙骑插头的也是很难的 你知道 就是你啦 好 所以天平座的人 要勇于拒绝 不然你老是遇到烂咖 而且很多天平座就是吃了闷灰 又闷不吭声 对 也没人知道她吃亏了 除非你主动去救她 好 我们来看第四名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好 我们来看第四名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天蝎座的话 她是什么样的烂咖 其实就是她 亦乱情迷的时候 顾不了这么多 而且她太 她太相信自己的眼光了 很多天蝎座的人 她认为爱可以改变一切 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 然后还有她会想要去说服别人 她眼光很好 她看到的那个人 一切就如她所看到 事实上很多天蝎座 是自己太容易亦乱情迷 对 她没有看得很清楚 然后你只要问到她 她现在爱的那个人 都是全世界最棒的人 全世界最好的人 连搅檳榔都很可爱 所以别人会觉得 这是怎么奇怪的 我没有说要歧视搅檳榔的 是我个人本身怕 对了 人蝎座就醒过来之后 一夜情醒过来 发现旁边那是恐龙妹 真的 对 一乱情迷还有一些 我很好奇 那种真的可以跟檳榔的 就吃檳榔的接吻 的感觉是什么 好想访问她 自己也吃个檳榔吗 不是 不是 你自己吃是还 她吃别人 别人是嘴巴在吃那个 而且还有血血 而且还有流汁 而且看到那种牙垢 就很可怕 而且重点是 你跟她舌吻 舌吻完 那女生还这样 没有吐干净 好恶心喔 我真的 真的对老师很关心你 对 一直要尊敬你 然后一直每个问题都针对你 但王三远 你会被跟吃檳榔的女人接吻 那我说 对了 好Man喔 选那个 有点 有点 她一进来就先照我一下 稍微那我给你照一下 阿丹体还要带你 早注意到我 真的 好 我们来小心一点 这个两个孩子 是第四名跟第五名 我们来看 接下来第三名是谁 太阳 金星日光落到了 阿丹跟我们交线的 做了 好 双子座遇到烂卡的原因是 夜路走多了 总有一天会喷到鬼 真的 好 那到底为什么走夜路呢 很多双子座的人 就是太有自信了 因为他自信他不粘 不粘锅 他觉得他自己不粘 或别人粘不上他 所以他敢去那种最危险的地方 别人劝他不要去的地方 他越要去 或者是不要留电话给他 你要小心应付不来 双子会觉得有什么事情 我应付不来的 不要闹了 有时候就会被残上 我真的有这种困扰 真的喔 我不知道怎么拒绝不给人家电话 有的时候去外面玩 人家都怎么跟你要电话 就是 我跟你讲 很夸张 是常常会有女生喝醉了 对 然后过来 就过来就 应该找不到你吧 没有 因为可能我在那边话 他说 你是阿丹是不是 我是那谁谁朋友 我说 谁 就是那谁谁谁 我说 本名叫什么 讲的名字我全部听不懂 他说 那可不可以跟你要电话 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拒绝人家 你说我现在改电话 我说我现在电话要换 没有啦 我就不知道怎么讲 我就说 OK了 你就说你们公司说 不准在外面乱留电话 我总觉得这样很伤人家 不会啦 真的吗 对啊 你留自己的电话 说好 那你不能连续就自己 就经纪人都自己拔起来 对啊 没有 你要筛选 你不要的当然就是不要给他 不然就留别的电话 要的你再留给他 真的很困扰 真的很困扰 好困扰 怎么会太有困扰 好了 注意哦 双子座 怎么会有这种困扰 小眼睛也是有春天的好不好 好 还有双子座注意哦 好奇心太重 也是你们很容易遇到奥咖的原因 对 太好奇了 因为怎么有一个女生 可以这样子过日子 然后多讲两句你就完蛋了 真的 你要小心 我们来看第二名 这个很容易遇到烂咖的是谁 太阳清新如果落到了王少伟的 好 来 双子座 原来你比我前面一个 真的 真的 好 双子座是初期很容易遇到烂咖 那很多摄手座 它是很小心地剪 但是还是会剪到烂咖 比如说很多摄手座的人 他会盖瓜成瘦 比如说他已经喜欢这个人的特质了 所以这个人的缺点 优点他都会喜欢 可是问题是那个缺点 可能比他想象中的更严重 比如说他喜欢这个女孩子 可是没有想到这女孩子 他乱花钱 那他就会觉得 他也不过就是这么一点缺点 尽量包容 对 我就是这样子 会这样 他经常都是对对方还蛮好 还蛮宽容的 就会去包容对方 然后越包容越把对方宠坏 缺点的地方越放越大 所以到后来我们就会觉得 你怎么那么可怜 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干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说 之前你也有跟那个王立仁有传过绯闻 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女孩子 她应该不是属于烂咖型的 对 当然 但我只想问一下这个 对 她是什么样的女孩子 她就是 她很 她算洋派吧 因为她是国外回来的小孩子 对 讲话比较直接一点 然后 我觉得相处就是比较轻松自然 就像跟哥们这样子的一个 互动跟感觉 好 答案是 快说吧 没有 但你也认识她 不然你讲 但是我没有去过她家 花三个小时看电子 我这是手上还有DVD 多少人讲说去在家里看DVD 没有DVD 我以为你说我手上 是不是 是不是 对 你这好借口 以后我去别人家 现在我都要带那个 你去下一个家 都不带DVD了 以后 以后要带 以后要带 没有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子 你有想说可以追她吗 我觉得很难 为什么 就是 就是因为你的个性 你看每次就是想要跟你好好介绍一下 或是说想要 搞不好有些发展 就说很难 你就先否定 没有 因为我觉得 两个人相处 一定要有 对 第一个感觉之外 再来就是你要有时间 去互相要了解 你要连 你先觉得连时间 要跟人家去了解对方 或者是要跟人家相处的时间都没有 那你怎么能去交往 所以你在三个小时里面 就了解她 就是没有办法追她 了解多少 没有 我就了解了那个剧情的男主角 真的很会演戏 那你那天真的是在看 而且我很喜欢那个男生 OK OK 好 不要再逼问你了 好 我们只是想希望就是 你看旁边的朋友 一堆女朋友 对不对 都已经成家 有些成家 反正就是有些已经都是有 对啊 刚才那个老师说快了 对 朋友介绍 对不对 一年之内 好 可是我 但我想讲 我也算过人家说 我今年年底会出现 我的真命天律 真的 对 可是 快年底了 对啊 八字都还有一点 我想说 可能 这某方面还是会有影响我 对 不见得 所以你还不见得 你八字 还不见得要去转播 导播你可以继续拍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太阳金星 如果落到 常遇到烂咖的是谁 那就是 这里面有 摩羯座 摩羯座有分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 它太容易因为同情而产生爱 对 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 它同情也好 或者烂情也好 我觉得很多摩羯座的人 是外表看起来好像很冷清 可是事实上 他们非常的热情 那有时候他们就会传出一些 跟他们外表完全不相称的绯闻 像香港的那个李立真 那这是摩羯座 好像是一个设计师 对 你就会觉得 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这个人身上 因为他个性的关系 所以他会一再地包容 会原谅对方 或者是因为对方很糟糕 他反而起了同情 他觉得他应该要帮人家 那第二个 你另一个也是摩羯座的吗 不是 他是天蠍座 我知道你真的要玩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你是谁啊 你有看到大字幕的鞋 是谁啊 我真的觉得 那水堂是什么星座 王立元是金牛座 都榜上都没有 还有谁 另外一部翻译上 还有你的 你要玩是不是 你累后好 好想做这种事 那你就想要三个小时 他真的就要看DVD吗 他到底是什么 他到底是要玩了 好啦 那摩羯座 另外一个原因 是他的环境 比如说他们的工作 可能就是位高权重 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 同年龄的异性 他的工作表现 可能比同年龄的人 更突出一点 或很早就负担夹击 他都比同年龄的人早熟 所以他会有感觉 都是年纪大一点的 年纪大一点的 有的人呢 都是已经已婚者等等 所以他就很容易 介入人家的感情 或者是 就是很容易遇到那种 有问题的人来追求他 因为他觉得跟那种人 心灵比较能相通 所以就很惨啊 很多摩羯座的人 就是没有办法 很正常地享受青春 那有感 好不容易有感情 有感觉的 又都是一些已婚者 或者是有问题的人 对 因为他会起同情跟烂情 所以很多摩羯座 真的很辛苦 太阳记性落在 这五个星座的人 都是属于恋爱 最容易吸引的 他很卡的 各有各的特色 自己小心一点 那两位都有上榜 可是我想问一下 你们有曾经被同性的人欣赏过吗 我觉得这个是难免的 对啊 有跟你们告白过吗 有有有有 怎么告白 就很可爱的就是 跑过来 然后放一张纸条在你 好可爱 请你跟我交往是不是 真的耶 真的喔 我们晚上可以去吃个饭嘛 然后去跑掉 好可爱喔 好可爱喔 其实很可爱啊 然后你们觉得被同性爱慕的感觉 是怎么样 其实我不会觉得有什么就是 我觉得你只要不要侵犯我 就当朋友或者什么 我都觉得很OK 就是说不要说你要 会对我毛手毛脚那种 我就会觉得受不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是 基本上你欣赏我 那我觉得你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来看我的话 或者说我们互动 可以当朋友 互动是很正常的话 我觉得我是不会排斥说 就跟同性的人一起当朋友 交朋友 那阿丹你呢 那个感觉 我觉得正常交友 所以我就没有排斥跟他交朋友 没有 正常交朋友 一定会有一些是 就这类的人嘛 那我当然是觉得OK 但是我有一次经验是 在健身房差一点就是要被那个 真的 很刺激 那一次就是 好刺激 慢慢说 不要急 慢慢说 对 因为对方误为他已经睡着了 他在睁眼眼睛做 没有 在蒸汽室里面 那天下午其实就没什么人 然后我刚好就是运动完 然后去蒸汽室去蒸 然后我一进去 整间蒸汽室都没有人 那健身房蒸汽室 你知道都是霧 都霧 都霧 都看不到 然后进去 我是先站着 然后站在那边 站一站 有一个人进来了 蒸汽室那么大 他偏偏 譬如说我站在那边 他就坐在这边 就是王少伟的位置 坐 离我那么近 那我已经那种敌意 已经觉得说你在干嘛 就是 我知道 你都没有穿吗 有 我都会围着 围着 围着 但他还是就是坐那么近 我觉得害怕了 然后我一开始 有点往旁边闪一点 我说你到底要干嘛 他又慢慢往旁边坐 然后坐到我旁边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不对了 我现在应该屁股面向 但还是要面对 他是走快去别的地方 我正在想这个念头的时候 他的脚 比如我脚放在这边 对 我脚放在这边 他是这样 拍我的脚 脚背 拍我的脚背一下 然后我就觉得这惨了 再怎样 然后我就其实 就有点觉得说 你不要惹我那种感觉 我很凶的一转过去 结果看到他是这样 这样 这样一看我 然后我就马上 我就走出去了 就不理他了 但是这种状况要是正常是 重点是你有被他肌肤碰到 对 我再跟你们 你们想要听更噁心 有 很多事机 他在那边很多 拜托啦 不是 我觉得蛮有趣 你那个时候 还好 而且脚背这样拍一看 不是 我要讲的是 你那个情况就是说 你跟他在这里 我的那个情况是 现场很多人 真的 他对你怎样 你在那摸吗 他就这样一直看着我 嗯 然后做一个很猥胁的动作 就是自我安慰的动作 什么动作 就是自我安慰的动作 自我安慰的动作 就是 很多人耶 我不懂他在 就是打手枪吗 对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对不起 我讲太A了 就是DIY吗 当着你 那其他人看到了吗 我相信一定看到了 然后他动作很大吗 他就是这样一直看着你 然后在做那个动作 你觉得他动作大不大 他就能看到了 距离多近 等一下距离多近 距离多近 就是在三温暖 后来我就再也不去三温暖 我觉得那个状况太多了 其实 就是距离这么近吗 对啊 没有 其实我也是在距离 而且他还是在外面的那种 比如说有冷池 热池这样 他在冷池上面坐 那等一下 那些人有看到吗 我觉得应该都有看到吧 那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为什么会没有人 你知道吗 好可怕 我就离开那里 真可怕 好可怕 你算是他们的心幻想对象耶 应该是扫动 应该是吧 而且你只要小心不要在射程之内 我觉得会有危险 对 对 对 2公尺差不多 我愿意这句话走红 射程 真的吗 你这一局多少走 要走红了 不然我先不走了 谢谢各位 所以你看其实在这一方面 其实像两位 其实在感觉方面 可能在经验里面 会有被同性爱慕的这个经验 所以问一下我们的高老师 从我们开始上 谢谢大家赶快来测试看看 你被同性爱慕的指数 到底有多高了 好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自己对同性是有魅力的 今天随上测试 我们就进入你的潜意识 我们测试一下 你被同性爱慕的指数 到底高不高呢 OK 赶快来看一下 今天的题目就可以知道了 你被两个女鬼抓到野外去 一个非常的美艳 对 一个非常的棒 然后他们强迫你跟你玩三批 你会怎么办 OK 第一个呢 打你死不从 绝不妥协 对 第二个 谁怕死 跟他玩啊 对啊 拼了 对 第三个 好吧 牙一咬就过了 对啊 反正一半一半 半买半重啊 那为什么要设定是女鬼呢 因为你是男的啊 应该是鬼你怎么处理啊 我跟你讲 好 第二个呢就是 谁怕谁就跟他玩 有享受喔 第三个是 好吧 牙一咬就过去 就是有忍耐的状况 跟他玩 对 第二个跟第三个区别是 一个是有享受到 第一死不从 一定会死吗 一定会死吗 好吧 我改时间不要都完了 我选二 没有 就半死不活啦 你血被酸得起来 好啦 我选一好了 你给他穿出来 第一次不从一 但如果会死的话 我会选二喔 这时候呢 你不跟我弄 我要你死的话 我就选二了 所以你还是选择 就是还要享受就对 不是 如果要我死的 我当然选二了 我跟他拼了啊 谁怕谁 对不对 OK 可是如果不会死的话 那我选一啦 不会真的死啦 可是也是半死不活 爬出去 爬出去 好 第一次选一啦 OK 好 来 阿丹 我二 我没在怕的啊 就玩吧 但是要舒服喔 喂 没在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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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怕 好 凡英老师 我应该是一吧 OK 好 第一死不从绝不妥协 然后黄老师 因为如果是鬼早就吓死了 对 竟然吓不死就二嘛 對啊 吓不死就完嘛 没在怕喔 OK 所以你是二还是三 二 二 OK 好 唐老师 我三耶 真的耶 那鬼会吓死 就被 鬼比较吃力啊 真的 真的 我是怕我的阳气被吸走 你在想什么 我可以吓 我两个在讨论 两个在互推说 你先去吧 你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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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是那两个鬼 第一死不从 你先去 可以啦 但我妹妹就说 不要闹好不好 比功力 谁输谁 誰向先去 你先去 OK 好啦 我跟你一样 选三喔 好 因為感覺就是被鬼压好了 真的 而且重点是我也是超怕 就是会被怎样的 OK 好 好 然后观众朋友选完呢 我们来请高老师 来告诉大家 这个你被同性呢 爱慕的指数 指数 有多高了 观众朋友呢 你被女鬼抓去啊 你会很害怕 跟邵伟跟宝林老师一样 敌死不从 绝不妥协啊 如果观众朋友选 跟他们两个答案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呢 他们被同性爱慕的指数 到底高不高 邵伟友刚刚讲 我们觉得有点恐怖 来看一下啊 你被同性爱慕的指数有99 99 恭喜 越充满性魅力的你呢 是同性眼中 杀手级的情人 那上不得呢 跟你发生肉体关系 就算只是一夜情也甘愿 恭喜喔 所以 刚刚那个DIY 我想它真的是对你 产生性幻想 真的耶 对 可是酒会不会有点太高了 90啦 90 很高耶 很高 其实这类型的你要特别小心 在公开场合呢 它就会敢跟你DIY 你要小心 比如说你睡着啦 被它灌醉啦 或是呢 太累啦 你可能喔 你的肉体就会失身囉 那它觉得说 就算不能跟你交往 一夜情它也赚到了 而且它重点是它有摸 就是有触摸到 有触摸到你的肌肤 就高兴 所以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跟 阿丹这种很色的人交往 它一定都是找女生 你就可以放心 对 好 那同性看到 你就想把你打婚 然后摸你一下 它也觉得很过瘾 所以要特别地小心 要小心 OK 害怕了喔 怕了 你们吃完就更害怕 有一点点 不然你会遇到那种事 真的 我会要求那个剧组 把我跟阿丹保持一点距离 对喔 不然我真的怕爱上她 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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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才选择二的 那个谁怕谁 就是换 就是换你玩她们 好 观众朋友 如果你被女鬼抓到 或跟阿丹跟黄老师一样 觉得干脆玩一玩 也没有亏 如果观众朋友 也跟她们 这两个不怕死 我们来看一下呢 她们被同性爱慕的指数 到底有多高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被同性爱慕的指数呢 只有六十啊 你们是同性眼中的小可爱 无话不谈的你呢 很容易让同性倾心啊 如果不小心呢 就会不自觉地爱上你喔 要跟他们谈谈话 对 阿丹跟黄老师啊 你们在同性眼中呢 是日久深情 刚开始对你们不会一见钟情 是跟你们常常在一起聊天啊 然后你们对她们也很好 然后也分享她们的心事 她觉得久了之后 我觉得黄老师也不错 会帮她看首相 看面相 那阿丹也会交一些招数给她 觉得你们两个好贴心喔 渐渐渐渐地日久深情 黄老师忠言就出柜了 对 走出 打开衣柜 你们脚都跨出来了 对 那久了之后 她们也觉得你们也不错啊 偶尔呢 想起你们的时候 觉得甜甜的会笑起来 晚上呢 寂寞时候呢 又会打电话给你们 要不要出来一下咧 所以要特别小心会日久深情喔 OK 好 小心一点了喔 黄老师 OK 赶快看一下选择三了 好吧 这个牙一咬就过去了 对 恭喜你们 好 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被女鬼抓到 用牙一咬就忍过去了 跟我们这唐老师 跟我们的嘉倩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她们被同性爱慕的指数呢 目前有多高 来看一下喔 你们被同性爱慕的指数喔 有二十啊 因为活在自己世界的你呢 同性呢 顶多把你们当朋友而已 如果你觉得同性爱慕你 应该是你自己想太多了吧 真的 真的 对 你真的有一种反应 对啊 没办法 因为我们带有女人为了 对 没有人会帮我们当退校 对 好 我继续 我继续 对 这个镜头take back 对 好 提出类型的人 其实同性呢 对她们来讲 就是你们是开心果 或说 像唐老师的话 会帮她们专业的分析 她们觉得很有安全感 很有信赖感 很喜欢跟你们做朋友 所以如果要进一步交往呢 可能要三思 她们觉得说 我只是把你当朋友 一点那个杀伤力都没有 所以观众朋友选 这个答案呢 如果同性呢 对你是那个有爱慕的眼神 你可能是想太多了 她们只是觉得说 很可爱或者很漂亮 或是身材很好之类的 OK 不要想太多了 我误会人家 误会得很深 OK 你比较对我们好 就 我是不是爱我 很想太多了 OK 好 接下来 赶快进行我们今天的 这个色彩占谱 我们今天要补的是呢 最近会不会有人 在你身上 砸大钱 好好喔 好 来砸 不管男生女生 这个都好坑 我来看一下 好 我们还是一样喔 我们就是凭我们的直觉 你可以选择号码 你可以选择颜色 那凭你的第一个直觉呢 第一个号码是 绿色跟橘色 第二个号码是 浅粉红色跟红色 第三个号码是 绿色跟蓝色 第四个号码呢 是桃红色跟橘色 OK 好 一二三四来选择一下 来 下面 我选 二 二 红色跟那个粉红色 OK 一 三 一 绿色跟这个黄色 好 然后我们的高老师 我也选二 你也选二 好 那我们的黄老师 我选四 四 OK 好 那唐老师 四 我也四 好 我觉得夜色好漂亮 没有 好 观众朋友 那就请我们的保音老师 来告诉大家啦 好 那我们还是 从第四个开始好了 如果你们选到的是 第四个桃红色跟橘色的人呢 最近会不会有人在你身上花大钱呢 好 那我们还是从第四个开始好了 好 如果你们选到的是 第四个桃红色跟橘色的人呢 最近会不会有人在你身上花大钱呢 没有人砸钱自己赚 怎么这样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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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还有一点落寞的表情 不是落寞是旧北少 我真的不要赚 可是你真的是自己赚 你不觉得你现在都在自己赚 对啊 可是我要人家砸 有选到这个的人啊 你们创造力本来就很强 你们可以靠你们自己的力量去赚钱 不需要靠别人家 那通常呢 你们也会赚得比别人还要多 所以你搞不好啊 你自己有的时候 还会出一点小钱出去 蛤 可是你就是靠自己啦 台北你要砸钱了 还要算你砸钱 不用是笑想别人要砸钱在你身上 我跟你讲如果说这个啊 我现在还是唱片歌的时候 真的会哭耶 就是唱片歌是不愿意砸钱 对 然后你还自己贴钱 自己还贴钱 没关系我给你搓 对 这个很衰 还好我们没有人选到第三个 如果观众没有人选到的是 第三个的人呢 你到底会不会有人在你身上砸钱呢 没有人砸钱反而破产 你会砸钱在人家身上 基本上啊 这就是你本身早就已经没有人 会在你身上砸钱 可是你自己要付出很多 早就没有人 这句话好伤人 早就没有人 就是这样的 他们神似的啊 还有点机会 但是选三是完全没机会 你可能还要砸钱在别人身上 因为他还破财 只能靠钱 可是这是破财 才要得到 没错 这个比较可疑 还好现场没有人选 他通常都是要在付出当中 然后他会觉得 他付得越多 他给得越开心 给得越开心 他觉得他得到的越多 感觉好像是保险有没有 选得越多 领得越多 就帮养别人的人 有点像这样子 有一点是像这样 所以他有能力啊 好 如果观众朋友们选到第二个 是粉红色跟红色的人 高老师对不对 高老师对不对 高老师对善为 善为 会不会有人在你身上砸钱呢 情感对象对你砸钱 是 好好 老师等一下就去提钱了 对 善为去提钱了 不是我提钱 有在flirt 他们要不要买一卡 三角 我跟你讲 就是有常会是你这种 烂桃花感 对 原来烂桃花感 不是 好桃花 对不起 我不吃的 也会碰到好桃 OK 可不可以想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有点就是 你之前付出的已经过去了 你现在终于等着别人 来砸钱在你身上了 对 但是他砸的不会大笔 他会请你吃饭 或送你小礼物 但是你就觉得很开心了 对 情感对象会砸钱在你身上 对 稍微我们各自发展 对 可是因为我生日快到了 所以也有关系 有可能 对 有可能 到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 从礼物就知道这个人对你怎样 对 真的 送礼物 这个女生其实心机很重 通常这种人 他以前遇到的情感对象 或他现在正在经验的情感对象 会是那种比较抠门的 就是他不会付出的 付出就一定是有大事方式才会付出 这个时候他突然良心发泄 然后会给你金钱上面的支持 或是送你消息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你是做错什么事情 所以你要付出 对 事实上没有他良心发泄的 对 OK 好 赶快来看一下选择Edo 这个绿色跟黄色阿丹 选的 如果观众朋友们跟阿丹一样 选到是第一个的话 到底有没有人会在你身上砸钱呢 工作上面的人呢 会有贵人或是赚钱 你看 整个好运啊 对 但是他要讲的是在08年的时候 08年 我转到幕后工作的时候 导播过年包红包给我 你行客啊 就要练他就行客了 炸他 通常这个时候因为工作的贵人很旺 所以基本上呢 你本身会有加薪或者是有新工作的机会 然后在这个时候 会有贵人支持你创业或是开店 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 都会有金主来支持你的 或者是你工作的伙伴啊 或是你同事 就会是你周遭的贵人 对 他会欣赏你的实力 所以他会想要投资你喔 而且你看 我们的那个保安老师 也在鼓励你也投资别像东西 对啊 说别人开公司 要开Plussian house 找我去当企划的 可是我议员 不会啦 就是在 其实在这阵子的工作岗位里面呢 其实真的很多这个 很看好你的人 只是你不知道 而且人家默默在砸钱给你 拜托 你拍这个戏 也是算人家贵人在砸钱 说的也是 而且阿丹讲的很有特色 谢谢老师 对 我们真的放眼看过去 阿丹真的是很有特色 对 很有特色 你说放眼看过去 你像小眼睛阿丹 对 真的 小眼睛会想到谁 大家想小眼睛阿丹 对不对 马上红起来了 马上红起来 而且阿丹笑起来的眼睛好可爱 真的 然后说阿丹 马上说小眼睛 小眼睛 阿丹 小眼睛 小眼睛 阿丹 露不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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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 谢谢 OK 好 这个如果没有 人家帮你这个炸大钱 也不要太失望了好不好 因为呢 我们接下来赶快进行 我们今天的测制加强版 我们今天要测的是呢 最近我在哪一方面呢 如果火力全开 就会有收获喔 我们接下来赶快进行我们今天的 测制加强版 我们今天要测的是呢 最近我在哪一方面呢 如果火力全开 就会有收获喔 来 好 那最近就是到年底以前 最近这两个月呢 在哪方面火力全开的话 就有大收获 那你要火力全开 就要赶快往前冲 所以我们今天就有 赶快往前冲这五个字 里面请选一个字 那观众朋友 麻烦你也一起来选 有五个字里面 选一个字来测看看 最近呢 那我在哪方面火力全开的话 可以大收获 好 来 阿丹 快 快 你不是这些小眼睛喔 对喔 再一次 好啦 快了 快 好 来 那个声音 王 王 OK 好 寶玲老师 我也是快 高老师 钱 好 唐老师 钱 冲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冲 冲是加签选的 我选的 好 观众朋友 所以你跟加签一样 选冲的话呢 表示你在工作上 事业上 火力全开的话 你的收获会收不完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 行走千里 打拼事业 各位看一下 这个这个是行嘛 这里面就是千里 对 就是你呢 尽量去做 这个不一定要在本地发展 到远地发展也可以 真的 你可以用各种方法 例如说出人力 财力 用你的才艺去表演 各方面呢 火力全开的话 你会得到很好在工作上 事业上方面的收获 真的耶 每天要跟你去北京 对啊 而且重点是我 那个新加 那个马来西亚 也有一个活动 那就是了 所以行走千里 大天事业 就是有一个慈善晚会 真的耶 对 要出去了 前是高老师跟唐老师选的 他们选得非常的准 就是如果是选钱的 你在什么方面火力全开呢 减肥事业方面 火力全开 你就要节食 不吃 运动 或者什么小偏方 你尽量在减肥方面火力全开的话 你就会得到很好的收获 为什么呢 你们看一下 手要减肥 爱情就可以到手了 我们上时候就是爱情了 我现在终于知道 我没有对象的原因了 对 我现在才知道 我现在才知道 对不对 而且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然后烦死 对 烦死 好 你看一下 这上面就是手的开头 这最近是多久 就年底前 耶 年底前 你只要减肥 你的爱情就到手了 好 OK 这个就是手 这个就是肉 然后这个呢 刀 所以能选钱的话 不然就如果说真的不行 用刀切一切就好了 喂 刀切 刀切 干嘛刀 断手断掉就好了 小二十公斤 所以你刚好现在是选钱吗 我是被拉脱累的 真的 没有 你现在是看着爱情能够到手的 对 我趁它 OK 好 现在是 往 往是少为选的 往呢 最近在哪方面呢 火力全开呢 你去寻找住家 或者买房子 你这话你就可以很大的收获 准耶 真的准 想送啊 有啊 之前就要买了 你之前不就要买房子 还在考虑当中 你就赶快找 你有想办法自己找 或者找朋友 找仲介 你去找 你可以找到很理想的房子 好棒喔 它节目前在问佳心这方面的事 真的喔 好 我们看一下答案 就是因为是 双人寻觅住宅爱窝 你要寻找可以说你未来的爱窝 就是要双人耶 双人 因为这是双人 就两个一起去找啊 跟他的 男朋友 等一下有空间 等一下一直去找 一起去找 一起去找 然后找到这边的住 那如果他一个人去找也没关系吗 还是说一定要两个人 那就要走两次了喔 就是双人嘛 一定要走两趟 或者要找两次的房子 就跟仲介谈恋爱了 所以现在就是要赶快去找 就会有可能会找到好的 找到很意想的好房子 就找你比较好的朋友陪你去看嘛 对 好 那么下面是快 快是阿丹选的 对 好 那么观众朋友 如果你也是选快的 最近在哪方面火力全开呢 追女孩子 恋爱方面 想尽办法 送礼物啦 或者从她家人下手啦 或者各方面 从她兴趣下手 你可以找到很理想的对象 我怎么觉得今天我所有的答案 都跟感情有关啊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夏雨桥 真的是真的吧 对啊 好 我们看一下 对啊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因为 决定对象全心追求 看一下这个就是决定的结 这个就是心 全心的心 所以你看到对象好了 你全心追求一定会成功 感 感 我们现场没有人选 那观众朋友说你选感的话 你在哪方面火力全开呢 记得注意运动 注意你的身体健康 你火力全开的话呢 你在各方面都会很容易 因为身体健康嘛 你事业 爱情 钱财都会很好 那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 早起运动走路健康 这已经告诉我们 这要早要走路 要各种的这个运动健康 都是从这个字里可以演出来 好险没有抽到这个字 各方面都大收获 对 对 OK 好 就要恭喜所有的朋友 今天算大放送 应该都还蛮好的 对 对不对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两位 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谢谢 可以与这个剪刀石的 不收拾长空了 谢谢 不要收获 谢谢 谢谢海涛 是2007年预测书 没错 好准喔 好准喔 OK 谢谢四位老师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谢谢 我得到真爱的六月 做梦里没想到 居然会走到这一步 事发之后 我一直希望所有的朋友 都不要打到这里 包括我家里面的人 因为我觉得每安慰我一句 就是在我的伤口 就会塞 对 可是我从小到大 没有这么难看过 觉得我怎么可以 笨到这种地步 然后我朋友跟我讲 一般人笨三个月 就算你还笨三年 对 其实我朋友的男朋友 讲得也对 就是 原本笨之后 周围几个人知道 现在好了吧 全世界都知道我笨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您可以透过东森卫视 及eTiturday网站 收看本节目